不过在金门我们刚看到才这个陆克一日游啊 才刚开始 不过在15号呢 炮兵部队就实施年度重炮训练啊 现场这个炮声连连火光四射非常的逼真 阿兵哥就位 指挥官已下令放入炮弹 各式的火炮在不同阵地中齐发 一声轰隆巨响 海面上立刻扬起一道道的水花 震撼力十足 为了验证国军火力机制 金门炮兵部队清晨六点就在后湖海域 实施年度炮击训练 炮声隆隆火光四射 这一次的军练武器都是二次大战和823炮战的产物 包括8寸炮弹15加农炮105炮弹 还有102破爆场面相当壮观 重炮重型火炮因为它的炮弹的威力比较大 然后杀伤的这个面积比较大 所以我们这一次采用的是木质性管 那木质性管的话 这样可以减少对海域的生态的这个伤害 弟兄们操作流畅 让一门门巨炮顺利连发 充分展现平时苦练的成果 不过14号金门才刚刚开放陆克一日游 6月底自由行也将启动 军官大动作演练是否有宣誓意味 引人遐想 中天新闻李俊荣王嘉玲 金门采访报道 您好